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0号 星期五 两岁突破了趋势 那么前几天我们说 就是你判断高点 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把那两层床剪掉 首先高点的级别不大 小高点 第二个就是说 它距离趋势比较近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趋势 距离趋势比较近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趋势 现在来讲就突破趋势了 按规则来讲 突破趋势是应该加四层床的 我们之前加了两层床 所以 我们应该在今天再加两层床 然后一共到四层床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是今年1月份以来 首次突破趋势 首次突破趋势 第一次突破趋势 今年1月份以来 这个突破趋势 我们不要去管它的成功率是高还是低 就是说 从总体来讲 这里突破趋势的成功率并不太高 原有 它是从底部起来 底部最低点的时候 距离趋势是比较软的 所以它涨过趋势的时候 需要消耗很大的做多的能量 消耗了很大的做多的能量之后 它可能会对应有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不需要特别多 那可能会反映着再破裂趋势 这是我之前也跟咱们学员说 我说 不太看好趋势的 一个原因 趋势的成功率这一步来讲 单纯的从这一步来讲 就没有那么有优势 那么 我们为什么过趋势还是要尊重它呢 因为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概率分析的 假如说 它继续上升 再过长期趋势呢 你的仓位过低 就会导致 你的仓位过低 就会导致 在上升的过程中 你找被动 包括前一天满仓的 我也说 我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卖出 因为高点是小高点 不太容易买回来 高点是小高点 不太容易买回来 你看你卖出之后 不怎么调 对吧 虽然中间有规小段调整 但直接它就上升 今天突破趋势 你怎么办 所以规则是贴大 首先来讲 我们做交易来讲 要尊重规则 规则是贴大的 在确保 尊重规则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可以进行细节上的微调 这一点千万不要搞混了 这今天突破了趋势 那么按规则就应该是四成仓 我们之前买了两成仓 现在再买两成仓 能理解的大一 但是今天过趋势之后 它会有一个日线级别的序列 现在是高期 对吧 但是上升指数 护身300指数和上升50指数 以大堂股为主的 目前来讲还没有太大的风险性 从目前来讲 因为你看护身300指数和看上升指数 上升50指数 它们没有特别大的序列 它们没有特别大的序列 只有上升指数有一个序列的高期 但是深层指和中小板 中小板指数 它是序列高八 上升指数它的高九应该是在 上升指数的高九应该是在下周二 而深藤指和创业板指数 是在下周一 那么下周一 深藤指和创业板指数 代表的是小藩股指数 所以小藩股指数 它下周一不仅是有日线级别的 顶部序列 还有120分钟线的顶部序列 请看文章的第二大符 这个是深藤指 这个是深藤指 日线序列8 对象它的120分钟序列也是8 虽然它们的分数都不高 但是都高于95分 所以两个序列是8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两个序列也是8 日线和120分钟线也都是8 所以呢 下周一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下周一如果是下跌了 那么高八和高九 全部都在阴线 日线和120分钟线 高八高九 日线和120分钟线 全部都在阴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是加四层仓 这个行为动作已经定了 行为动作已经定了 不存在不加的问题 但是呢 就是说 下周一如果是上涨的 并且能够有确定性高点的时候 我们不排除 把低位买的两层仓 在高位卖掉 那你可能觉得 我们今天家 怎么下周一就卖掉呢 但是必须有前提条件 就是下周一必须是上涨的 并且盘口有确定性高点 能理解的打一 这应该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能理解的打一 那么下周一如果是阴线下跌的 这个行为动作就不会有 然后呢 等到下周二 下周二的时候 还得要继续看 所以呢 下周一下周二 都是很重要的时间点 都是很重要的时间点 那么 首先要说的是啊 首先要说的是 你用 120分钟和日线顶部序列 减仓的 我们会以一个序列 进行纠错 那么是以两个序列当中 大度期纠错 以比方说 我们按 深层指 日线的顶部序列减仓 那么深层指的日线顶部序列 失效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再大整两座仓 再加回来 所以呢 现在目前来讲 嗯 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建议大家呢 就是 下周一下周二 要多关注一下市场 但我们仍然没有判断 目前的市场 它一定是判断 好吧 这个日线的序列呢 也很少见 是吧 很少见 那么大家就 多耐心一点 操作相对来讲 细腻一点 这里呢 加入四成仓 买四成仓 是按照规则来讲 是必须买四成仓的 那本来呢 我是想了一条 就是说 但是它时间上 它差两天 它如果要是 今天突破趋势是吧 今天就有序列的高9 我们就今天了 但是呢 实际上是明天 但明天才有可能是阴线 阴线的效果 序列的效果 可能会不好 所以我们 仙掐案里说 应该是仙掐 那如果要是阴线的话呢 肯定不是在明天掐 后掐呢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会 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嗯 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大家这个地方处理的 一定要细腻一点 但是大的方向 不能违反规则 这是其中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大的方向 违反规则的话 那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那规则是不能违对的 过去是一定会假 一定会加来讲 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嗯 有那种小的 相对确定性 比较高的这个点 我们还得注意一下 现在目前总共四层仓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下周一再说 你现在 这也不知道 下周一什么情况 但我们说 过去是会买入 我们一开始 就是这么说的 目前来讲也是买入 还有什么问题 浪行不能当规则 序列也不能 序列也不能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假如说 这个日线和120分钟 因为它是这个 指数之间的 周期之间的协调线比较好 如果 你看上任指数 上任指数 比方说是下周二出 这个序列的高求 但上任指数 只有一个指数 并且一个周期 但生成指和 创业班指数 是两个指数 两个周期 两个指数日线 两个指数120分钟线 这就叫做两个指数 两个周期 所以它们是不一样的 能理解吧 满仓或者是重床 下周一 下周二 如果大家减仓的话 稍等我看 你看到这句话 跟不跟着减仓 满仓或者是重床的 这次的高点 我们如果减仓的话 大家可以跟着减一点 如果满仓或者重床 可以跟着减一点 但不要多减 我们只减两层算 你也只减两层算好了 好不好 是减大半股 还是减小半股 我只能说 如果是下周一减的话 下周一是 生成指和创业班指数的高点 对吧 其他的指数没有高点 这一定 低点买超跌股好 对吧 现在肯定不算低点了 怎么算也算 现在算不上低点了 下周一如果是上涨 是不是可以不买呢 不行 因为你一开盘就要买物 一开盘 你不知道下周一是涨还是跌 因为它收完的时候 你才知道是涨还是跌 对吧 大家现在对不对 刚过去是你买 你按规则来 你心里会特别踏实 如果你按规则来 你心里会特别踏实 高开不买低才能买 没有那说的 它是以开盘价为主 就是你今天收盘价 要么就收盘价附近了 按照收盘价来讲 就是按规则来讲 你收盘价附近了 收盘价如果没买你来的话 没做得好旋骨的话 那周六周日就好好做个旋骨 然后周一开盘价都买了 高开是你的命 低开也是你的命 你不要在乎高开还是低开 你不能因为高开或低开 一些细节的问题 导致规则你不遵守了 能力了 难过难少 捡个芝麻丢个西 是不是 难过难少就分不清了 短天是否会进入到极限行情 进入近拍 如果短天进入到极限行情 我那也不能拦着它 进入近拍 极限行情它也要过趋势的 过长期许则我们代表在加 过长期许则应该加满仓的 中文500算中小 现在50或是300算大 好吧 就是你看这些中小的股票 它短的时候 这个中文500的指数跟着涨 跌的时候跟着跌 超度的时候不能犹豫 加加仓的时候就要加 加加仓的时候就要加 那么我们逢低买的两成仓 然后有一个120分钟线 你看我们120分钟线的B9买了 然后有一个120分钟线的高酒 能够卖出去 那么这个交易算是 换一个句号 换一个句号之后 你的仓又变成了两成仓了 对吧 但趋势线之上至少应该是四成仓 我们德级再把这两成仓再买回来 这个我认为等级风险是不大的 这大概就能做到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明天只有这个 对 人家说说股指 我说的就是股票指数 我们一直在说股票指数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别的 这就是股指吗 消耗很多的做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什么 不是 它就是一个方向 它其实就是上达跟下跌行程的对称 那个下跌 它如果单边持续性比较大 就是空间也大 时间也多 那么它必然会反弹 那么我们正常 我们前面说这个超那个低点 我们说报复性反弹 那报复性反弹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四月末我们超的这两个仓 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连续的大幅的持续的下跌 它形成的做空的能量特别大 做多的能量一直被压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所产生的反弹 就会跟这个下跌形成一定的对称性 所以我们说 这个地方至少会有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 然后我们说15个交易 今天是第15个交易 但是呢 就是这个反弹的低点的不够好 我们买的少了 我也想多买 那它这低点它就不好啊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说 假如说非常不讲理的 就上传两个趋势啊 突破短期趋势 又突破长期趋势 那我告诉大家 那这个低点又变成了极少间的尖地了 但我目前来讲 不能定义它 一定是尖地了 因为我们一开始说 日线的反弹就是15个交易 今天刚好第15天呢 它还在我们划定的 这个反弹的贩头之内 但是这个反弹呢 你会发现它很有欺骗性 第一波上升比较快 回调之后第二波上升比较快 稍微调一下之后 现在又快 这个反弹很有意思 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管浪行 也不要管蓄力 过趋势了 那就尊重趋势 这怎么一件事 当你每次都能够严格的 遵守趋势 尊重规则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内心是无比踏实的 好吧 你在古刹市场里追求操作的 一个内心的踏实的感觉 这很重要的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我们最终还是要满藏进去的 不是光满 是要满满藏进去的 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大家更耐心一点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一下周二比较重要 咱们下周再见